李怀和董水井 带着车夫找到陈平安的时候 陈平安正在跟人搭建一座房子 李怀鬼头鬼脑演出的集传 董水井脸色如常 很有大将风度 一身灰尘的陈平安 走到三人面前疑惑道 你们找我 车夫貌不惊人 瞧着像是憨厚老师的庄家汉 搓着手来到了陈平安的身前 小声地问 能不能换个地方说呀 陈平安摇头沉声说 就在这说吧 车夫虽然脸上流露出不悦神色 但是心里微微放松一些 这才是一般市井少年该有的心性 中年汉子犹豫了一下 你是不是认识小镇学术齐先生 草仙少年没好气地说 小镇谁不认识齐先生啊 但是齐先生认不认识我们 就不好说了 李怀在一旁憋着坏笑 杏花像的董水井 深深地看了一眼 泥平向的陈平安 屋子那边有人急匆匆地吼道 姓陈的别偷懒啊 赶紧说完 滚回来干活 少年叹了口气 对车夫说 有话直说行不行 汉子双手揉了揉脸颊 呼出一口气 低声说 我呀 是一名大离朝廷的死士 负责保护这些孩子 去往山崖书院求学 当然 我不否认 也有监督他们 不被外人拐跑的职责 比如大隋 又比如观湖书院 这些你听不懂也没关系 你信不信也没关系 但是我不管你 跟齐先生关系如何 也不管你认不认识 马瞻马老先生 我都希望呢 你近期呀 小心安全 因为马先生在送我们去 山崖书院的半路上 被人害死了 而马先生在这之前 偶尔跟我闲聊 无意间说起过你两次 一次说 他记得很早以前 扫地的时候 经常看到有个喜欢 蹲在学术窗外的孩子 第二次 是说齐先生在辞去 教书先生和书院山主之前 说你也是读书种子 只可惜他没办法带你 去山崖书院 这汉子苦笑了一声 只是可惜了 这几个孩子呀 现在真是无家可归的 可怜人 书院不敢去 小镇的家也没了 要知道齐先生创办的 山崖书院 可不是人人都能进去读书的 我们那座大骊京城百万人 据说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呀 也才十几个山崖书院 出身的弟子 如今一个个 都当了大官了 李怀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董水井站在原地 面无表情 远处的阮秀呢 轻轻咳嗽了一声 陈平安转过头去 轻衣少女 笑着点了点头 陈平安心中了然 只喊了李怀的名字 李怀 你们两个过来 我有话 要先问你们 李怀嗷了一声 拉着董水井往前走 当汉子意识到 不对劲的时候 陈平安猛然将李怀 和董水井拉到自己身后 他则向前一步 沉声说 谢谢你跟我打招呼 以后这些学术孩子 我会替马老先生照顾他们 以后是去京城 找他们父母 还是做什么 我得先问过他们的意见 那汉子干笑 陈平安 这 这不妥吧 我毕竟比你更能看护他们的安慰 陈平安笑道 没事 我如今有钱 而且认识了县令大人吴渊 还有礼部幼侍郎董胡 如果真有事情 我会找他们的 当然 是先请我们阮师傅 帮忙传话 这名车夫 弩了弩嘴 眼角余光 撇了一下 发现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男人 站在屋檐下 原本杀心已起的车夫 顿时汗流加倍 对陈平安笑脸说 行 既然马老先生都愿意相信你 我当然信得过你的人品 对了 陈平安 如果以后有事情需要我帮忙 就去小镇北边的三女种巷来找我 就住在巷子最北边 头上的那栋小宅子 陈平安和和气气的说 一言为定 车夫转身离去 陈平安额头渗出汗水 等到哪人彻底消失在视野 这才对两人说 李怀 林首一 跟我去见李宝平 李怀问 李宝平 已经全跟你说了 陈平安点了点头 董水警则问 石川家和林首一怎么办 陈平安笑道 已经被接过来了 董水警看了他一眼 不说话 仍然是那间 暂时空荡荡的住建室内 陈平安站着 面对着排排坐在两条长凳上的 五个学术的蒙童 按照年纪来分 依次是 齐龙向石川家 陶叶向林首一 杏花向董水警 俘虏街的李宝平 小镇最西边的李怀 除了李怀年纪最小 跟他们年龄悬殊比较大 其余 其实四个人 各自相差呀 也不过就是几个月而已 陈平安问 李怀和董水警 已经把刚才的情况说了 你们觉得那个 自称大理死士的外乡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 名贵胡求 早已不见的林首一 冷漠地说 连那姓翠的 为何要杀马先生 我们都不知道答案 何谈其他呀 石川家紧紧依偎着 李宝平的肩膀 脸色微白 仍然有些惶恐不安 但是回到小镇后 尤其是见到相对比较熟悉的 陈平安 这个扎羊脚辫的小女孩 心定了许多 至少不用担心 突然变成马先生死后的 那个凄惨样子 他们帮着挖坑下葬的时候 石川家吓得躲在远处 抱头痛哭 从头到尾也没能帮上忙 李怀也好不到哪儿去 躲得比他更远的地方 牙齿打架 这会儿李怀抱着肚子 哭怂着脸 嘀咕着说 又饿又渴 所谓的气寒交迫 不过如此了 爹娘啊 你们的儿子 如今过得好苦 李宝平扭头一瞪眼 李怀 李怀搭了着脑袋 偷偷扯了扯 坐在最右边 董水井的袖子 水井 你饿不饿 董水井平静地说 我可以装着不饿 李怀翻了个白眼 李宝平灰心丧气 下意识伸手抓住 一旁石春家的羊脚辫 使劲地摇晃了一下 其实现在什么事情 都云里雾里 看不穿猜不透的 林守一说得对 对方下棋的人 肯定是高手 我们太嫩了 当务之急 是保住性命 确认安全无虞之后 再谈其他 比如赶紧跟迁去 大黎京城的家里人 打招呼 报声平安 李宝平顺嘴讲出 报声平安 这个说法后 所有人都下意识 望向对面 那个穿草鞋的家伙 陈平安沉默许久 他问 既然想不出 别人怎么想 那我们就搞清楚 自己是怎么想的 看到对面 五人没有意义之后 陈平安才问 你们是想平平安安 去大黎京城 去找你们爹娘长辈 还是 李怀痛苦哀嚎道 我爹娘带着 我姐都不知道 去哪想福去了 我去个屁的京城 就我 就他们家那脾气 真有钱了 只会更欺负我 以前是当贼看 以后 还不得当仇人 天大地大 竟然没我 李怀的容身之处啊 李宝平 绕过石春家 就是一记板栗砸下去 打得李怀 顿时没了脾气 董水井想了想 他闷闷的说 我想念书 如果爹娘 是留在小镇 不读书就不读书了 帮他们下地干活也行 可去了京城 我能干啥 连他们大黎的官话 都不会说 我又不是李宝平 学什么都快的人 再说了 我爷爷死的时候 要我死也要死 在学术里 说以后 当不成读书人 就别去给他上坟 他就不认我 这个孙子了 要是小镇这边 学术继续办下去 我就留在小镇上 石春家红着眼睛 怯生生的说 我想去京城 找爹娘 坐在长凳最左边的 林首一 赵梅说 哪里安全 我就去哪 李宝平 双臂还胸 眼神异异 神采飞扬 他朗声说 我要去山崖书院 去齐先生读书的地方 欢迎讨讨讨讨访者 在去山崖书院 被谈绝 平 在三岁 云 牙 带 波